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个县都有很多一些大陆化的那个city 就像我们讲的人民路啊什么解放路 是吧 汉代的那些什么万岁礼 什么新汉礼 成汉礼 是吧 那些带有那种 怎么说呢 带有一些那种歌功颂德意味的那种礼的名字 好多县都有 是吧 什么常乐礼 什么永峰礼 是吧 这些比较好听的名字叫做 古代人叫做吉语 是吧 就是比较吉利的 比较吉祥的语言 这种语言作为礼的名称是 非常常见的 还有一种命名礼的方式 就是用它的位置来命名 是吧 比如说叫做什么四南礼 是吧 四北礼 中道礼 是吧 亭南礼 是吧 那个那个 在那个菜市场的南边 有一个礼就叫做四南礼 是吧 诸如此类 是吧 像这样的那个礼的那个名字 是吧 但是有一个现象 就是那个时候没有以族姓来命名礼的 是吧 那个时候没有张家礼 礼家礼 是吧 没有这种 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那个农村中的很多居民点是 是吧 不是张家村 就是赵家寨 是吧 像这种 这种命名方式在秦汉是没有的 是吧 那是送以后才逐渐逐渐流行起来的一种 一种一种命名方式 是吧 那么这个礼的结构是一种什么样的呢 礼是怎么 是怎么管理的呢 是吧 那么秦汉时代的 汉代 汉代是吧 汉代关于这个礼的生活是怎么回事 就有 就有几处记载 这几处记载啊 给人看了以后印象很深刻 是吧 因为给人的感觉是 他和我们通常讲的一种 说法形成 鲜明的 鲜明的 那个 反差 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五口百亩之家 但是有一点 是吧 呃 就是当时的确存在着一个把社会科成化的 趋势 是吧 像那个汉书史获志 就有这样的说法 说汉代啊 有乡礼组织 是吧 再也约炉 再玉约礼 五家为零 五陵为礼 是吧 呃 什么等等等等 啊 然后呃 上面就是乡 这个乡 万二千五百互远啊 就是完全按照五进制 你这么乘上来 那么最后就乘到一万二千五百 是吧 这当然是说法了 啊 关于汉代的这个 这个乡礼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历史上也是有争论的 因为大家知道 呃 在汉书的地理字中就有另外一个说法 叫做呃 大致上是呃 呃 十礼一庭 十庭一乡 是吧 因此有人又说 汉代的基层编制是 相庭礼三极致 是吧 可是这个说法仅此一见 绝大部分我们看到的这个 这个呃 这个考古的材料啊 都是什么乡 什么礼 没有提到庭的 是吧 因此庭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是吧 是不是十礼一庭 十庭一乡 庭是 相与李之间的 一个行政级别呢 是吧 这里头涉及到 比如说刘邦 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庭长 那么这个庭长是个什么 是个什么人物 是吧 是一个比乡长小 比里长大的一个啊 一个一个大队干部吗 是吧 还是一个什么啊 那么这个就成了一个问题 呃 这个问题啊 应该说 现在基本上已经解决了 是吧 因为考古发掘大量的材料已经证明 像汉代 其实就是在行政编制上是实行相理二级制的 是吧 相与李之间并没有一个庭 而庭是什么呢 庭并不是一个行政区画 庭是一个负责治安和接待的组织 讲的简单点就是一个派出所 是吧 而且他和乡是 他一般都是设在乡一级的 是吧 也就是说 刘邦这个人是个什么人呢 是一个乡派出所所长 是吧 讲的简单点就是这么个人 他不是乡长 但是他也不是乡以下的一个 他其实是一个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 是个职能部门 是吧 是个 那个停游 是吧 那是另外一个系统 是吧 大家知道那个乡里是行政上的安排 那么停游又是另外的一套系统 这就是治安和接待 是吧 就是上面官府来了 你去接待 比如说这个招待所 就归你来管 是吧 有些那个公家的事 由你来出面 是吧 大家知道不是那个张飞 后来不是当了什么都游吗 是吧 这个都游就是和那个 停和游 就是 是是是是 是另外一个系统的 是吧 那么当时真正的行政区化系统就是 就是这个相礼 是吧 那么这个礼当然是是是是最基本的了 按照这个汉书石祸治的说法 说是这个行政上的每一个级别都相当于汉代二十等级制的一个爵位 是吧 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个级别还是非常的明显的 是吧 领长为下士 是吧 就五家为零 最小的这个 他都是一个下士 自此以上烧灯一级 自相而为清业 是吧 就是每一级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行政组织啊都有一个相应的 呃 这个二十等爵子的有一个有一个有一个级别 是吧 呃 然后啊 是吧 呃 这就形成了一个秩序 是吧 下面这句话很有意思 是吧 说春令民逼出在野 冬则必入如于于于是吧 春天让大家出去干活 啊 冬天啊 农闲了啊 就让大家都回来 是吧 春将出明 礼系平淡坐于幼俗 领长坐于左俗 必出 然后归西一如子 这句话 就是刚才这位同学讲呃 什么奴隶制 有些人就说这就是奴隶制 是吧 你看这就像个集中营一样 是吧 呃 说这个 你看如果按照他的这个话讲 是吧 呃 春将出明 是吧 礼系平淡坐于左俗 领长坐于幼俗 呃 按照当时的说法 这个礼是有围墙的 这个礼礼 他有一个门 就是礼门 这个礼门旁边有两座房子 就是左俗右俗 是吧 两个村干部 坐在住在住在两边 是吧 呃 所以这个事情 呃 这个汉代的一些史料表明 呃 至少在一定的 至少在是有这种例子 是吧 呃 是有这个 这个啊 就是呃 这两个存干部 一个礼系 一个领长 是吧 呃呃 坐在这个大门的两边 然后呃 出去的时候 你从这个话呃 呃 可以呃 可以理解为 好像这个出名 入名都是要点名的 是吧 否则他就不需要这样 是吧 这个呃 他们坐在旁边 是吧 然后让这些人出去 是吧 看着这些人出去 是吧 必出 然后归 是吧 大家都出去了 他就回家睡觉去了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呃 但是他要把大家都弄出去 是吧 这是他的责任 啊 要点名 好像不出去 你在家偷懒 是是不行的 是吧 呃 他要监督你呃 点名 点完了以后 他就回去了 啊 回去睡觉去了 是吧 呃 这就产生一个问题 如果大家都出去干活了 而他然后归 那他靠什么维生呢 是吧 似乎他好像应该是有某种待遇的 是吧 呃 这里我后面讲到 那个 从汉代的一些资料看 这些人呢 那的确也有某种待遇 是吧 呃 所以才会 我后面提到那个所谓张尔成鱼 唯理兼门以致死 是吧 有有有这样的事 是吧 那么 到了 晚上 这些人回来了 是吧 这个领长里长又跑出来啊 啊 横哈二将坐在两边啊 让大家回来 是吧 呃 然后再点一次名 看看是不是有谁逃走了 是吧 呃 有谁 有谁逃跑了 有谁没有回来 而且还有规定 入者 必持新桥 轻重相分 回来 你还不能空着手 美人必须扛一捆柴 是吧 呃 但是当然他也很讲道理 轻重相分 是吧 呃 壮年的弹的也必须 抬的多一点 那个呃 老弱的啊 就你可以这捆柴可以小一点 是吧 斑白不提气啊 头发白的人可以可以空着手 是吧 呃 就可以呃 不用去砍柴 是吧 然后 冬明记录啊 老百姓到了冬天不出去干活了 富人同相相从业之 不是每个人在家里头直布 而是大家都出来啊 在一个公共场所 呃 大家一起进行集体生产 是吧 那个那个那个 进行一种那种 那种集体化的直布 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 是吧 就是说他们一个月可以干四十五天的活 为什么他们不能各自在家干活呢 是吧 据说 必相从者 为什么他们一定要在一起干呢 那是为了 省废疗火 那是为了节省灯火钱 省废疗火 同巧着而合习书也 是吧 呃 这样的话 他们还可以互相学习 是吧 还可以造 呃 那个那个传帮带 是吧 还可以那个大家的那个纺织技术就都 啊 都提高了 是吧 那么给人的印象就是这个 这个社会呀 是个非常军事化的社会 是吧 嗯 也非常之 那个那个那个 呃 简直就是一种 讲得好听一点 叫做集体经济 讲得难听一点 就类似于 那个奥斯维新式的那种 那那那那样一种状态 所以有人说 呃 呃 那个词秦汉奴隶社会说的人就说 说你看 汉代的人 那不都是奴隶吗 是吧 你看他们都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那么这样的这个说法 到底在什么程度上 是实际情况呢 是吧 我们知道汉代又有一些说法 说是 当时的老百姓是 五口百姆之家 是吧 什么还奴素商 什么呃 等等等等 是吧 呃 说每一家都是呃这个字呃自己自足的 是吧 呃 都是怎么样的 是吧 其实我们看到 类似这种说法 是吧 呃 还有很多 像东汉的和修 也有一个 类似的说法 是吧 和修的说法是 你看他这个一里就不是25户了 是80户了 这可能反映了东汉的里就变大了 是吧 我前面讲从考古发掘的角度 讲的确也是这样 东汉的里要比西汉的大 是吧 他说 也是在田约炉 在玉约里 一里八十户八家共一项 这里也讲 中里为教师 呃 里头有一个村公所 是吧 呃 选其老有高德者 名曰父老 这些人 接受背田得秤马 是吧 说这些人呃 呃 他们国家给他们的土地要比别人多一倍 而且他们还可以骑马 是吧 这就是所谓 以礼兼能 而以致死 就这些人都是有 有国家给他们有待遇的 是吧 父老比三了 孝地 官属 理政比 庶人之在官 是吧 这里也就是说 理政是属于 属于 为国家办事的人 是吧 讲的简单点 就是呃 用今天的话来讲 呃 是属于公务员 是吧 是属于庶人之在官 然后下面这句话 又是和那个 上面是一样的 是吧 立民春夏出田 秋冬 入宝成国 春 田作之时春 父老及理政 平淡 开门 坐俗上 验出 后识者 不得出 目不持心瞧者 不得入 是吧 这两个人又是 横好二将 坐在门口 是吧 然后这些人 都得出去 是吧 验出后识者 如果你迟到 他就把你关禁闭了 是吧 就不让你走了 是吧 这个验出后识者 不得出 是吧 你必须按时出去 如果你出晚了 这个里门就关了 就不让你出去了 晚上 不持乔者 不得入 你不打财的 不让你进来 是吧 然后五国必入 民皆居宅 理政区积极 这个生产队干部 就监督你要纺织 是吧 男女同向相从 夜之至于夜中 你必须每天纺织 纺到十二点钟 是吧 这个这个 访到半夜 是吧 所以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坐 是吧 从十月一直干到正月 是吧 这又是一种说法 这个大同小异了 大家也知道秦汉时代的很多 这个名词啊 也和屡理有关的 比如 我前面 曾经提到过 陈胜吴广 他们起兵 这个陈胜吴广啊 就被认为是屡左 是吧 这个屡左 实际上也是和这个屡理有关的 那么 汉代的屡理是怎么回事呢 有很多材料把它描述成了一个 组织的很严密的 这样一种 这样一种 继承组织 是吧 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汉书时货制的说法 这个东汉的和修的说法 以及 这个 这个 管子中的说法 呃 大家知道管子 这个管仲本人是春秋的人 但是管子这本书 绝大部分人认为 都不是管子写的 呃 绝大部分人都认为不是管子写的 是吧 呃 很多人认为是战国时期的著作 也有很多人认为是成熟于西汉 是吧 像罗根哲先生 是吧 像很多研究管子的人都有这个说法 管子中的很多著作也的确显示出 它和西汉是有关系的 是吧 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很多都有这种问题 那么管子中也有这样一段描写 是吧 说是十家为十 五家为五 十五皆有掌烟 啊 就是这个啊 十家有一个家长 是吧 五家有一个五掌 啊 就是组织 有组织的 然后他说 柱杖塞厘 一道路 钻出路 省旅言 省管见 这里讲的也就是我刚才讲的那种 啊 说这个一个居民点 是有城墙的 是吧 柱杖塞厘 啊 一道路 就是 只有一个地方可以进出 钻出路 是吧 就是 呃 这有一个门 呃 呃 大家都从这个 旅门 呃 或者叫礼门 啊 来 进出 然后这个 这个礼门 是有看守的 啊 你进出要 呃 呃 呃 就是要有 呃 在 是在一个监制 是在一个监督之下进出的 这叫 神旅言 呃 这个大门 是要 呃 定时起闭的 呃 这个大门的钥匙啊 要保管好 那么保管在哪里呢 管 藏于 礼位 啊 这个礼 我后面就要提到 汉代 与礼有关的 官衔 非常之复杂 如果你看到这些官衔了 而且这些官衔现在都有 现在都有具体的印 是吧 我们现在对这个 呃 对汉代这个礼 呃 呃 什么礼位 礼三老 礼继九 是吧 呃 什么什么 呃 这个这个 呃 等等这些说法 很多并不是从 史籍中 知道的 而是从什么 知道的呢 是从汉印风靡上 知道的 是吧 就是很多那个 呃 西汉的墓状里头 或者有汉印 啊 它带的有印章 或者有 那个 风 泥 是吧 大家知道 呃 古代的呃 有一种 就是我 我我们现在也有 那个集装箱 装装了箱以后 要打一个 要打一个 圈锋 是吧 呃 可能大家都知道呃 表示这个东西是没有拆开过的 那么汉代经常也有一些箱子 尤其是木状中的一些箱子 他往往也打有一个泥风 是吧 就是呃呃 把它捆起来了以后 在那个截头上 捏一块泥巴 然后这个泥巴上盖一个章 是吧 表示呃 这是由我来呃 封的 现在这个章已经看不到了 但是那个 那个泥风还可以看到 泥风和章上都有很多官显 是吧 这个官显使人感到啊 换代于李有关的 头衔实在是太多